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随着生活成本字节上升 基本的衣食住行亦漸漸变得难以负担 房屋短缺的问题更是随着爆炸性的人口增长日益严峻 政府应该如何帮助国民和降低生活成本 另外高学历的新移民一直是苦于学历认证的问题 难以从事原本的职业 在今天的政论中话 我们就来听一下联邦保守党党令博麗志 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本国通胀居高不下 联邦保守党党令博麗志 认为自由党政府征收碳税 导致农业和运输业因为油价上升而成本大增 间接推高食品价格 这就是负责给所有人买食品 然后他们删除了新移民600亿元的钱 以允许的负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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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普通计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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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计 博黎智建计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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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计 而今年本國營利創紀錄的人口增長 除了令房屋需求大增之外 也令勞動力錯配問題浮現 博麗自就建議引入國際資歷認證考試 令公有海外資歷的專業人士 可以盡快投身高需求行業 此外本國營利問題嚴重 碑斯省由今年1月31日至2026年1月31日 實施持有少量毒品非營事化計劃引發討論 博麗自就認為應該將毒品趕出街 還國民一個安全家園 博麗自就認為國民應該在安全的社區 可以擁有房屋 生活可以負擔 今晚的政論中環就講到這裡